2.9秒喜歡和訂閱 或BOCRAFT會不會起床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段影片 這段影片想要跟大家說一下這個ROBLOS 之後有什麼更新 今天阿斯莫他們在Twitter發放了三張不同的相片 這三張相片就是 一個關於一個一百萬商店 第二張相片就是一個大型的窗戶 第三張相片就是一個車庫 這三張相片我想大家如果有去Twitter看的話 應該會看過的 當然在這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這時比之前馬上去講一下今天的影片主題 好了 大家來到Twitter 你又會發現阿斯莫他們在Twitter發放了三張不同的相片 這三張相片就是關於一個1M店 會被移走去一個新城市 第二個就是新增一個窗戶 第三個就是新增一個車房 那好啦 大家來到1M店 原本這個1M店就是一個一等東西 兩棟 上面放了軍用直升機 下面有四個出口 可以放在Monster Truck 飛天車 Volk Bike 還有一架新的月夜車 早上月夜車就在五日車裡出現了 那好啦 今次呢 就會將它這個1M店 全部移到這個 新的新城市這一棟大樓裡面 欸 等等等等等等 欸 我好像發現到一些東西 舊Full Bike 是不是會在今次的更新裡面 come back 對啦 舊Full Bike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真的很好 我覺得它非常好 那好啦 這個Helicopter 它放到這麼高 那應該可能有一條梯給你去拿 但今次不會真的高過舊了M店 那是啦 它今次更新呢 就會在這一個 這棟大樓裡面去更新的 那它這裡 就還沒做好 那這一個就是一個預設品 它就把這一個大樓 改一改做一個新的M店 那我覺得都挺大 因為就這樣看這個大樓都挺大 那我第二個要說的呢 就是這個窗店 那這個窗店呢 那個位置呢 就是在那個1M店 新的1M店的後面 就是這一棟大樓 那它遲些更新呢 就應該會變成這樣的樣子 它這個樣子 我覺得是比較漂亮的 比一般的窗店 就是例如 那個城市 那個窗店 還有一個 一出監獄 最近監獄的一個窗店 一個小鎮的窗店 那那個 樣子是 跟這個樣子是差很遠的 我覺得這個新的窗店 是漂亮很多的 還有它一些 那個窗店的 就黏在一張窗裡 很明顯是一個窗店 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呢 它這個 我覺得它好像 這個位置 好像沒有了一個 長方形 不知道大家明白什麼意思 就是 沒有了這個東西 就是平常 你拿窗店 應該會看到這個東西 但是它還沒放進去 不知道是不是在後面 這個位置 輸進去 那就可以拿窗 這個位置 以為放的 可能是在後面 也不一定的 那好啦 那這個窗店 我覺得是非常大的 那最後呢 就說一下這個 車房 這個車房 就會更新 在這棟大樓 這個大樓 是對著海邊 是很Chill的 這個車房 就會跟在這裏 這一個 因為這張照片 就是看到 它這樣面對著 這棟樓 它後面 就很明顯是一個 海灘 所以這兩個 車房 是很漂亮 很 很... 感覺是 正規一點 以前那些 只有Tesla 大摩托 之後呢 你不告訴我 我也不知道 是車房 你看一下 連Raj 車房 兩隻字都不在 還要放在後面 碰到那個位置 後面的鬼子 是車房 那它遲些 就更新 這個車房 比較正規 漂亮 那之後 我要說話 就是 Azimo 回覆回我 剛剛那些 所說的 Full Bike 舊Full Bike 即是重返Jewel Brake 那它這次 就跟大家說 就是 不會的 它是放錯了一個 舊Full Bike 在新的100萬商店裡 就是 非常非常悲哀 那這個 舊Full Bike 永遠 不會再回來的 應該 它剛好放錯 或者 不是真的會 出現 在 這一個 新的1M店裡 好了 那今集就 先說到這裡 如果我 有些什麼 漏了 還沒說 或者說錯了 什麼 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 再跟我說 那我們下一段影片 再跟大家聊聊 或者去 繼續說 一些新的事情 因為每一集 都會有一些 不同的思想 發放給大家 那我們下一段影片見 就這樣 拜拜